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阳光财经 我是Sunny 我们有一位热心观众 他非常的勤劳 利用节假日时间 观看了YouTube上面66位财经中英文博主推荐的年度股票 并且他做了一番统计 得到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股票榜单 在这里我们感谢这位网民叫做观音的故事的小伙伴 为我们无私提供这个清单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谈谈前10名股票 分别是什么 那又有哪些理由被看好呢 节目开始前请还没有订阅的观众 赶紧打开小铃铛订阅阳光财经频道 这是观音的故事提供的统计明细 当然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博主提出年度股票 这个统计也会发生改变 但66位博主推荐的个股放在一起 从样本上看 基本足够体现2021年度美股分析领域有经验的投资者的个股偏好和投资选择 我们这位观众还把统计所得绘制成了注状图 按照这66个博主提及推荐的个股次数得到70多只个股的统计图 注状图越高显示这只股票被财经博主推荐的次数和人数越多 正所谓一个人看好的股票是一家之言 所有的博主都看好的股票可能真的不错哦 接下来我们选取前十大年度建股 分别来说一说这十大金股分别有什么看点 能够获得这么多大V的推荐呢 这些股票有没有什么坑 阳光财经怎么看 最多人推荐的要数亚马逊了 截止选取样本的66个博主中有15人次推荐 亚马逊作为fan股之一 本身是核心篮筹股 而令人惊奇的是SQ也获得了15个人次的推荐 与亚马逊并列第一 亚马逊这只股票总是值1.6万亿 在美股当中排第三 同样是1.6万亿的微软 它就排第二 所以说亚马逊是美股大盘的龙头之一 股价走势影响大盘的一举一动 是机构投资者比重点关注的股票 它的美股收益34.2 股东市盈率是95倍 要说市盈率是挺高的 但是机构认为亚马逊的内在价值在4000以上 目前3200还是有上升空间的 Beta值1.2 说明它比大盘的波动更大 投资亚马逊的风险和收益都会高于大盘 SQ也和亚马逊一样获得了YouTube博主的大力推荐 SQ是Square的代码 它的主要一款cash app在疫情期间被美国民众所接受 这有点像是中国的支付宝 通过手机进行无接触支付 人们也可以使用直接存款功能接收政府发出的纾困金补助 不过刺激SQ在去年大涨的理由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虚拟货币的大涨 SQ主营业务收入连续高增长趋势很好 而比特币的收入在2020年的比重比以前年份更高了 如果扣掉比特币 那么SQ的营收增长速度就打得折扣了 从万德的这个柱状图来看 比特币收入在SQ的营收当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这么多大V都看好SQ 我想除了cash app 可能大家也看好比特币一路上涨吧 因为比特币的高投机性 SQ必然也是高风险高收益的一支个股了 虽然有众多博主推荐的背景 但是你要先认识到这个风险 然后再考虑是否跟进这支股票 我对SQ也是看好的 建议清仓参与 接下来是特斯拉和NIO获得了14人次的推荐 并列第三成为年度大V热门股票 这里要注意的是 在推荐NIO的这14个人当中统计到的中文博主只有5个 这说明什么呢 他说明了英文博主看好NIO的也大有人在 至于特斯拉看好的人多 那是正常的 新能源车的绝对龙头嘛 引领舆论的马斯克 还有50万辆的交车数据 基本完成 看好的理由很充分的 所以大家都推荐 NIO是中国新能源车的龙头 在2019年面临巨大困境之后 2020年可谓凤还涅槃 起死回生 股价从低点上涨47倍 中国电动车市场出了特斯拉 还将有别的品牌成为消费者的选择 这里面NIO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新年一始 特斯拉Model Y大降价 NIO要大家顶住 忠于内心的选择 敢于凶出真爱 价格战可能已经对NIO构成了威胁 NIO获得这么多人的推荐 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首先NIO市值小 它是特斯拉的九分之一 市值小的长大几倍容易呢 还是市值大的再涨几倍容易呢 很明显 特斯拉去年已经涨了七倍 今年不可能再涨七倍 否则就成为全球第一股票了 而小市值的NIO再翻一倍 也才一千多亿 NIO有非常多的忠实用户 同时也有不少看空NIO的人 可以说这是一只非常有争议的股票 从技术形态上看 NIO仍处于牛市 顺势可以继续看好做多 短期会受到特斯拉降价的影响 会有先逸后扬的走势 获得推荐的第五名的 那是苹果 有13个推荐 苹果是美股股王市值第一 为美股的定海神针 2021年5G手机将继续受益于 消费者对手机更新换代的需求 销量前景乐观 不过iPhone产品的营收增长 显示赢放缓了 这是iPhone的营收数据 这一块基本增长乏力 而这部分营收占苹果的一半 要使苹果的营业收入增长只能靠另一半业务 它们分别是软件业务 iPad和其他的产品 其他产品增长迅速 这部分营收主要来自于iPod 耳机还有可穿戴设备 Apple Watch等软件服务的增长也比较快 近期苹果还传出开发自动驾驶等新业务 将成为未来苹果的看点之一 苹果是巴菲特最大的重仓股 是价值投资的信仰 这也难怪这么多人看好这只股票 众多博主还历见了阿里巴巴 PLTR CRM TTCF 还有DKNG 五只股票 以上这些股票就构成了油管年度推荐榜前十名 接下来我们对这五只股票分别点评 5到10名的股票画风突变 是否里面有巨大的潜力股 这五只股票我将给出具体的投资建议 阿里巴巴从双十一开始就挺倒霉的 这次能够出现在榜单上面有点意外 但是也有点预料之中 首先股票和公司是两个层面 公司再好 股票却不一定涨 而公司再差 股票也不一定是永远的下跌 跌久必涨 涨久必跌 才是股票的基本属性 阿里巴巴在中国是大到影响经济的巨无霸 不管是蚂蚁终止上市还是反垄断调查 都是事件性的影响 阿里巴巴仍具有兼顾的护城河 别的不说 马上又是财报发布了 阿里巴巴的营业收入会不会下降 或者是会不会继续增长 老百姓买东西是不是还得上淘宝 那么股价暴跌之后 是不是抄底机会来了 经过统计有11个博主推荐阿里巴巴 暴跌带来的风险释放 使得买入阿里巴巴的风险有所下降 并且阿里巴巴提出了100亿回购方案 也对短期股价构成了支撑 技术上阿里巴巴跌破蓝色境线之后 形成大型的头肩顶图形 理论上要回到蓝色线非常困难 成交量放出巨量 抄底的大有人在 美股的特点就是 头部看起来非常可怕 清洗完继续走上升趋势 2021年被整改完的阿里巴巴 可能会在蓝色线下方 整理充分之后再反转上涨 这么多博主推荐 也可以列为是看涨的理由了 那么再来看第七名PLTR 这是直接上市的公司 算是一个次星股 这家公司通过大数据 出卖分析情报给政府和机构 据说PLTR分析情报 是美国击毙本拉登的工程 在最新的公司文件中 PLTR协助政府追踪新冠疫苗 还有分发抗疫设备 协助商业机构迅速改变战略 以适应新局面 这家公司的情报分析 还能够抓诈骗犯战犯什么的 它就像读星术一样 能够预测危险人物 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听起来非常神秘 就是这么一家 独一无二的大数据分析情报系统 主要营收还是依赖政府的订单 最新机报显示 PLTR的营收同比增长率是52% 收入达到2.89亿 特别是来自政府的收入 大幅增长68% 即使如此 净利润仍然是亏损的 亏损的幅度大幅缩窄 疫情期间 政府部门对PLTR的数据需求 更多的体现在医疗服务的辅助上面 英国刚刚和PLTR签订了千万级别的 医疗数据分析合同 后续公司获得政府订单 可能也会不断的涌现 这会有助于股价 有不少观众已经关注了这只股票 既然有多位博主推荐PLTR这只股票 那预计技术面下跌的支撑位 是在20块钱左右 而且跌到10元以下 基本不可能 如果有一字头就可以考虑逢低关注 博主们关注的第8名个股是CRM和TTCF 都是由9位博主来推荐 另外一只DKNG获得了8个推荐 那就排名是第10的股票 我们先来说CRM 它是市场营销客户关系管理软件 在细分行业 CRM市场份额远超微软 Adobe是全球客户关系管理软件的行业领导者 道琼斯30个成分股之一 股价权重排名第5 基本面和成长性都不错 CRM的股价形成了倒形反转 这看起来是涨不上去的意思 不过既然是年度股票推荐 那就不是看一时 而是要看一年 CRM作为道指权重股 大型企业客户很多 业务增长速度的官方预期也很高 充分调整之后 如果2021年大盘稳步上涨 那么CRM也会有不错的涨幅 最后提一下第9名和第10名股票 TTCF和DKNG 有不少中文博主提及 但主要还是英文博主推荐的多 我看了一下风险有点大 TTCF盘子小十几个亿 而且是次星股 炒作没有太多的历史积累 市场对它还没有精确的定位 而DKNG呢 去年利用合并SPAC公司上市 是一家在线博彩和体育博彩公司 两家公司都是上市不久 存在暴涨和暴跌的可能性 建议还是清仓或者是关外 好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